我们现在看到这样板间一共是三个样板间 但是户型是有五套户型 从1814尺到2352尺 然后第一次的价格是70万到77万之间 我们先进去看一下 第一个户型 最小的户型 进门来是一个储物间还有一个半位 这是一个储物间 然后这是上楼梯的位置 这边是车库现在是办公室 然后这边厨房 这边就是客厅 然后这边侧院 我们看一下也不是很大 这边是一个小院子 KP Home家就是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我们现在上二楼上去看一下 然后再转一个人过来 然后这边现在主要是学区 然后它的 是1.68% HOA是274一个月 最后就是完全建完以后 他们会有游泳池 还有一些运动场地 这是二楼了 我们看一下 尽量让社长头不要那么晃 就拿着GoPro 好这边是有一个卧室 这个呢是一共有三个卧室 三个卧室 2.5个卧室间 卧室说是 因为楼下那个是没有淋浴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全卧 好这边还有一个卧室 也是一个走入室的衣橱 刚才那个卧室也是一个小的走入室的衣橱 这头应该就是主卧了 洗衣房 洗手池 洗手池应该是升级的 一般来说都是这样 然后这边是一个走入室的衣橱 然后呢窗户还是挺多的 光线还是不出 虽然说主卧不是很大吧 因为一共才1800多尺 但是呢还挺明亮的 好的 淋浴没有浴缸 卫生间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储物间 非常紧凑的户型 我们去看啊 下边的另外一个户型 这就是二号户型了 二号户型呢 是2096尺 第二大的 价格差不多在72万左右 这车库 然后呢这边进门来以后呢 可以看到 左手边有一个卧室 还有一个半位 因为人比较多哈 所以有时候就拍得快一点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储物间 厨房 哦我比较喜欢这种 一进来这边就是厨房 然后这边呢有 客厅 餐厅 还有院子 然后上楼梯的位置在这里 然后呢楼上是有三个卧室 但是呢这个loft也就是可以改成第四个卧室 然后还有一个办公室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我们继续看 刚才接了个电话 然后呢 这边呢 应该有两个卧室 这边是洗衣间 洗衣间 挺紧凑的洗衣间 还有一个卧室 两个卧室 你两个小朋友 好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卧室 然后这边呢 全卧 然后这边应该是一个储物间 然后 走廊的另外一头要转一下 这边呢 这边就啄了 啄 感觉上比刚才那个大一点 后呢 有浴缸 明浴 嗯 然后就是衣橱 就少了一个储物间 但是多了一个浴缸 但是大小的刚才也差不多 我们现在来拍 这个其实是4号户型 然后是2296尺 这样子的 然后门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进来以后 右手边可以看到是有一个床位 还有一个卧室 很明亮的一个卧室 旁边是有一个储儀间 这个呢是3到5个卧室 就是说 可以做成5个卧室 价位是75万左右 这边呢是抽库了 这边呢是客厅 院子不大 然后这边呢是客厅 这跟刚才那户型还挺像的 刚才就第一个卧室 上楼上看吗 好的 楼上是有一个阁楼 然后这边有个小区 可以拿来办公 好 然后往这边走呢 是洗衣间 简单的洗衣间 然后这边是主 好简单的一个主 这边是主意间 这跟第一个户型还别够挺像 就是大一点 好的 这呢是卫生间了 很简单的卫生间 也比较小 感觉上 比刚才那两个户型的卫生间 比较小 好 好的 人来人网 人挺多的 那么就看完了 好 ao 这么多的 那么 有什么 你说 有一种 一种 一种 谢谢大家